就是丁特呢今天大概475次当中 他只成功了11次 那这种状况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那我们就先算他至少成功12次以上 因为你只成功了11次嘛 我们成功12次以上的几率大概是99.99999 这样子 对这个就是成功12次以上 那丁特就是成功11次包含他以下的几率 大概只有200亿分之一 这个是可以经过电脑去运算的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看呢 地球人口在去年的11月15号达到81 简单来讲你两个半地球人口 大概会出现一个像丁特这么倒霉 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直观的想法 所以我们当初在判断的时候觉得 你游戏局势一开始声称的10%就是不合理的 我们当初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心理思考说 把它当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实验 就是丁特今天大概475次当中 他只成功了11次 那这个状况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去看 游戏局势他一开始所提供的几率 游戏局势一开始提供几率只有10% 如果大家都学过期望值的话 应该都非常清楚 期望值就是报酬乘上几率 也就是说我们预计我们大概会成功48次 这个是我们认为比较合理 你可能多一点可能少一点 但是丁特既然这么少 那到底合不合理呢 那我们就先算 他至少成功12次以上 因为你只成功了11次 我们成功12次以上的几率 大概是99.9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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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子 对这个就是成功12次以上 那丁特就是成功11次 包含他以下的几率 大概只有200亿分之一 这个是可以经过电脑去运算的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看呢 地球人口在去年的11月15号达到80亿 简单来讲 你两个半地球人口 大概会出现一个像丁特这么倒霉 当然这是一种比较直观的想法 所以我们当初在判断的时候觉得 你游戏局只一开始声称的10%就是不合理的 其实不管几率高过低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 重点是你要能够标示出来 而且你确定你的系统真的就基地这么高 1%的几率也会有人买单 懂吗 90%的几率也会有人不买单 就是你游戏规则讲清楚 那你消费者在进行这个购买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止损的动作 否则大家就这样子一直在投钱 一直在投钱 这某种情况下 会变成是一种类似诈欺的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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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